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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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了一个女主人专用的小客厅 闺蜜聚会嘛 总要私密些 你怎么知道我怎么想的呀 你得要钻到我心里去了 我真喜欢你这个机灵劲 所以我这次替您挑的这一套 是包您满意的 必须的啊 真是抱歉啊 你以后永远也不要再给我推进房子 永远也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抱歉 我跟你道歉 这太恶心了 什么东西啊 太不下话了 是我们工作没做好 你别生气了 实在是抱歉 对不起 对不起 金太 我看里面好像在搞消防演习 这 我去看一下马上回来 您不妨先跟我同事 逛一逛小区环境 对对对 金太 您 您就跟我去就行 这个小区的园林设计师 是全世界排名前二十的设计师里 唯一一个中国设计师 特别好的 你老好了 我带你看看啊 去吧 开门 咱们一起 咱们一起 走走走 来来来 好 来来来来 我去哪里 封面 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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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物业吗 我这边是样板间 我客人想用一下洗手间 麻烦您看一下水闸 好 谢谢 出品 gave you a test 我 小哥 我带客户上来吧 好的 好 不好意思 我才是听明白了 这庞屎是有史以来最有意义 最正确的一庞屎 是有意义 有意义 我跟你们俩 说到这个小龙 我原来啊 认为他是个叛徒 结果真是个叛徒 他是个卧底好吗 我找你弹一弹 弹 我找你弹一弹 我找了 你拿出来 我找你的 就知道 你把你弹你弹上了 你去照顾 吗 我怎么解释 你怎么可能 每天都是一碗白饭 救着别人的剩菜 他家里什么情况我不清楚 但如果你真的这样把他开除了 你让他还能干什么 你这门店是开粥铺的吗 你养个朱闪闪还不够 还要救济龙山关 一个穷小子闯上海 你让他怎么活呀 怎么活 怎么活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作为中介 他今天的行为是极端错误的 你港前培训没有说过吗 我当然说过呀 但是房店长 咱们换位思考一下 谁都有三级不是吗 如果换成是你 你是楼山关 你遇到这样的问题 你该怎么办 拉裤兜兜里啊 这做人吧 真的不能太执着了 这个单子如果是你的 绝不可能说 被一炮五给冲走了 那现在你没开 就说明这单子不是你的 但是最终 这个单子是门店开的 那就是门店的业绩啊 那王子开的 跟你开的有什么区别呢 对你当然是一样的 无论是我卖掉的 还是王子健卖掉的 你的提呈都是一样的 好 好 你说都对 但是啊 我给你个建议啊 一定要学会去欣赏和分享 同伴的成功你知道吗 你是个店长 你是领导 那员工成功的 那不就是你成功了吗 他要那么听懂才有鬼呢 比方说啊 有些体育项目 马拉松啊 肃滑呀 都会有一些领跑的选手 而领跑的人是干什么的呢 就是牺牲自己 让同伴成功 这一次 王子的鲜花确实是 插在了你们的牛粪上 但是啊 你要想想上一次 你卖那个凶宅的时候 前期所有的铺垫工作 不都是王子他们干的吗 这人吧 不能总想到自己当鲜花 那有时候当当牛粪 也挺自豪的不是吗 大家在一起 通力合作 互相成就 这是多么好的团队精神啊 来 为我们的亲密无间部长 今天这件事情 我不管起因是什么 但结果已经造成了 必须给他一个严肃处理 以警效尤 站住 行 那在处理他之前 我们先说说你的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 我这么理直气壮 你忘了 你刚到门店的时候 就撬了同事的单子 在关篮小区的这件事情上 你一一一 我说他对型的打破了 他破坏的规矩局 甚至整片区域的中介行业 都被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黄店长 这怎么算 更何况 楼山官只是拉了一抛 我忍无可忍地想 而你是有意而为之哦 我担心 你不能这样 你 не老有点 你别别别别不要 我说你 我你 我说你 你自己会不住 我部分 你不留意 你也不个人 你不留意 你还不住 你不住 你不住 我来都不住 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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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爭位置 你不住 小楼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 我不该 在那么高档的院门房里上厕所 低档的也不行 作为房产中介 待看之前 不光要准备好自己的专业材料 还要先处理好自己的内务 这是最基本的 你说吧 这件事情 你打算怎么跟房地长交代 我以后 整理好材料 处理干净内务 好好干 用错误的方式好好干等于零蛋 心里有歉意就要表达出来 争取你师父的原谅 就算他再也不认你这个徒弟了 你也一定给我好好道歉 现在就去 别光点头 做事不要妥厌 你到底怎么办 师傅 师傅我错了 真的是我错了 你就原谅我一次啊 我再也不会能做 王先生您好 我想问您的房子租出去了吗 租近能不能再便宜点 那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入住 我当然希望是越快越好 好好好 谢谢啊 说我 一多多一多多一多多三单不如小剑剑一单 你呢 我跟你说啊 这个世界上挣钱居多的是男人 但是花钱不计成本的那是女人 今天在那里开了几单了 两单了都 不得了啊 这小手摸一摸 单子开起来喽 老油条 我不是我没有你不要乱说呀 我开单也是凭本事的好吧 这必须凭本事啊 我就说这个我学都学不来 你我手我手 我摸吐鲁皮了我都开不了 对不对 老油条 佩服 佩服 陈让 陈让 王县长 加油 喂 金太 凯文 下午看到那套房子 这个有点不好意思啊 我听说别的客户已经付过定金了 您也知道 市中心大平层一梯一户 这种房情十年未见 那销售很抢手的 你看 我不管 你必须给我拿下 抢都得抢过来 只要没签运啊 这套房子必须是我的 金太 咱们是买房子又不是抢房子啊 还有我听说 付定金的那个客户可是 一个先进上市公司的总裁啊 你以为他们有多少钱啊 市兵在外面欠多少债呢 你赶紧去办 我告诉你 要办不成啊 咱俩以后永不相见 金太 您这个话真的伤了我的心了 要不 要不这样 您呢 定金如果能多付一点呢 我去谈有个空间 您看 钱不是问题 办成就行 好 有您这句话 我付汤到火再说不吃 抓紧啊 抓紧啊 好 拜拜 好 拜拜 建哥 又开一打 用词要准确 建哥也是头一次 就是不知道 你师傅开过没开过这么大的单 好 建哥 我想重新塑造自己 重整河山 带候生 挺好的 你帮我个忙吧 你帮我取个洋名 方便日后开展工作 行 那你就叫皮特 皮 写出来就是彼得 彼得 楼彼得 楼彼得 以后你这个爱称就叫楼彼 加油楼彼 这个名字特别重要啊 加油楼彼 撒 不听 喂 喂 喂 我是楼彼 你们天搬家 要不要我开车送你啊 不用 我东西不多 不用麻烦 谁啊 你买东西吗 没有啊 惊喜 哥哥 晚上好呀 怎么又是你啊 我想你了 哥哥 昨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家里说 我好不怕呀 你知道吗 只要外面有声音 我就小心 到底扑通扑通的 都先咯咯咯看 你别闹 我没闹 哥哥 我想你了 你不想我吗 你不要躲好吗 你先松手 先松 有话好好说行吗 你先松手 不要躲呀 你别闹 哥哥 别闹了 你不找我 我找你 早上送过 晚上送人 我更有诚意了吧 你别这样行吗 哥哥 你别这样 哥哥 我人都来了 你松手 你别老抓着我 你松手 你捧着他 阿姨 你放手 你不松手 我怎么放啊 你放下 你把手放下吧 你别闹 哥哥 我想你 你别 我想你 好好说 好好好说 好好说 你别闹 我 我心里一点 你先别闹行吗 等一下 谁呀 这么没有眼力见 没看见我们俩在这儿亲热的吗 你压着我的人了 你的人 那你叫一声 我看看答不答应啊 哎 你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哥哥 你们两个干什么了 你说呢 你先把裤子给我穿上 臭不要脸的小三 你抢别人老公 你把裤子赶紧给我穿上 他单身 我未婚 我们俩合理合法 你回来 你别走啊 我干 你太过分了 我人还在这儿呢 你给我出来 你们还跟我说清楚啊 跟我还在这儿 咱们说清楚啊 文昌 时间不早了 妈 进来休息吧 火雷霆 你是不是要我冲你 我打死你 哥哥 不好意思啊 他在召唤我 叹气不人了 你 你 你 是吗 你 我 他在叹气不想 我 争吆 他在叹气不想 你 我 他在叹气不想 在叹气不想 里头儿 谢谢啊 谢谢这么帮我 我 我欠你个人情 我们店里买粽子的钱 还有那笔捐款 都是你出的吗 不然呢 我是店长啊 这钱肯定是我出啊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 记得 是什么 我之前欠你一个人情 还完就算了了 你说明白了 是什么人情啊 什么人情 什么人情 能给点提示吗 你出去 这我房间 我出去干吗 我要换衣服啊 谢谢 小姐姐 需要达顺风车吗 我是说反正我也是要开车去的嘛 干脆就带你一程 你就不用坐公交车了 哪边还在开车 要把手放在后面 下面一笔 这就是干脆的 在我的手里 你一定非要穿成这样吗 你说你这么年轻 每天穿得这么丧 我忍你很久了 你看 二个都受不了 公司有规定 我从来的第二天起 就要求你整顿纪律 规范着装 你跟没听见一样 还有你的手下 一个个跟你一样 散兵游泳 叼儿郎当 我既然影响不了你们 那也麻烦你 不要强求我 散兵游泳刚开了这么大的单子 比你这个严谨派多了好几倍呢 规矩和守则对于你来说 真的那么重要吗 我看不是 你要真的是守规矩 你就不会跟王子 抢严书的单子 你这个人根本就没有什么规矩 你是外方内援 我跟你说啊 我看起来 虽然不守勤规戒律 可是我才是真正的外援内方 这工作庄呢 是为了体现我们这行很专业 可是专业 真的要靠西服和那条领带 去表现吗 你看看旁边的阿拉丁和小红帽 他们穿得跟你一样 可是有谁会找他们买房的呀 你再想想 你开的那几个单子 有哪一个 是因为你这身衣装呢 我们穿成这样 也不影响我们做生意啊 个体就好嘛 你要是生意做得好 我现在也不会坐在你边上 我 我是想好就好 我想不好我就不好 我不想像驴一样 为了KPI天天被鞭子抽我 你妈谁是驴啊 人 您看 前面饼灯 你下车自己走过去啊 你早餐是要两个包子 一杯豆浆 对吧 我搭你车 不想请你人情 早饭我请 来 那好 慢点啊 谢谢 不要两个先生包一个豆浆 好的 来 一个豆浆 好 包好了 好 谢谢 你好 来了 早 老样子 两份 我把徐定长那份也带走 好的 那好 谢谢啊 不客气 两个豆浆一个包 对 对开 开除 这也太严重了吧 他一个穷孩子到了门店之后 我就没见他点过一次正经的外卖 你也看见了 每天都是一碗白米饭就着别人的剩菜 他家里什么情况我不知道 但是 如果你就这么把他给开除了 那他还能去哪儿啊 好 好 谢谢啊 慢走 言叔 我再多嫁一份 好嘞 好 慢走 来 谢谢啊 慢点啊 小块鲜肉包 说你今天在家里已经吃过了 怎么考证还又吃了一口 怎么回事啊 到时候长胖了 怎么回事那么容易吃 你最近怎么老是带上阿尔法上班啊 我家里换了新沙发 我怕他给挠坏了 挠吗 姑姑 好 有可理 今天唱什么 我们唱 日出东方 快 走起 你们太过分了 都办好了 也不等等我 快快快快快 就等你 大家都准备好了没有 快 一二三四 一碗混蛋 五九九九八 一碗九九九八十一段 终要回家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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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师父原谅我了 猪头 你师父都赏饭了 你还在撸嗦什么呀 赶紧去扣签你师父啊 你师父大人有大量 就这点胸怀 都给你学好几年的呢 以后就跟着师父好好干 快去 什么玩意儿 什么玩意儿 师父 谢谢你 趁热吃吧 不过 你刚说大人大量 那他这天欺负我们呢 怎么不算 多么和谐的画面呀 人家这么大的单子 都不跟你们计较了 你们还在说什么 记住了啊 过去的事就是过去了 各推一步 重新开始 谁 也不要再提过去的事情 不许犯就证 是 姑姑 但是那单子不是她 姑姑这人都说话了 我肯定听姑姑的 行 散了吧 上班了 吃亏了吗 你吃亏了吗 你吃亏了吗 这个店里边看来看去 是我大人也大量 好 现在 大叔 是不是说对啊 喝喝喝喝 秋姐姐 怎麼都不跟你说 好 要哄你 你不跟你说 你不专门你 我这都不跟你说 你什么意思 你爸都不跟你说 我来 你老义 我来 你爸 我去 你爸就不为了 妈啊 我去 妈你不 Maced ...你爸的 小姐姐 你看 房殿长又开始有神奇的吃饭 一口一杯豆角 两口一个包子 关键是 我们刚吃过烫了 好 喂 金泰 凯文 您交代的那个事情办好了 对的 就像那个大平层 声声从人家手里抢过来的 托您的服务 要是凭我自己的运气啊 真的是办不下来 是的 是怕夜长梦多的 要不今天下午 好 烧楼中心不见不散 太厉害了 我说是 减哥 销水怎么喷这儿啊 金泰的海拔呢 到这儿 鼻子 在这儿 这味道没闻过啊 我喷点喷 不 金泰特供 就一瓶 那么口呢 你好 我给您这里签字 姐 签字 这笔看得眼熟啊 还是您记性好 这是您上次签完合同送我那一只 我没让别人用过 以后您签合同 我都帮您带着 有心 这份签完 您自己留下 这份签完 您自己留下 恭喜金泰 喜提新居 赛登新高 恭喜金泰 同喜 同喜啊 朱闪闪 朱闪闪 这有几个零数得清楚吗 这么多提成见过吗 姜哥 这么多提成 这回心里有底气了吧 我宣布 表白计划正式启动 不过这玩意怎么办 我不会啊 表白 你不懂 请我吃饭我教你啊 我跟你讲 表白成功接下来就是求婚啦 求婚就准备了没有 我看姑姑那个就挺好的 朱闪闪 你要把你那点精力 放在卖房子上 十套八套都开单了 可不吗 好店长 房店长 房店长呢 那 啊 哎 黄老板 我在这儿 在这儿 房店长 哎 怎么了 坐下妈妈说了 来 先喝口水 喝什么水啊 怎么了 是不是房子有什么问题啊 房子没什么问题 就是每天早上一开门 门口有一坨屋 屋 叫这儿狗屎 这么大一坨 凑齐群天的 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小人干的 我问了楼上楼下 都说没干净 气死我了 小红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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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他妈妈 什么呢 就是两家 你说话呀 房子卖了就不管了 你这是欺骗消费者 我告诉你 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哎 肯定会给说法 你别着急 我先了解一下情况 行不 还了解什么呀 就是这么来托把吧 你把这个事情给我搞清楚就行了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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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 来 我是来投诉的 你恭喜干嘛啊 您当初那么急切地 买这个房子的原因是什么 消灾党上呀 那您会在那儿住一辈子吗 开玩笑 你等我七七四十九天之后 我立马搬走 那痞疾太来您知道吗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人呐 在倒霉的时候 到了极致啊 就一定会时来运转 上回您不跟我说了吗 您忘了 想想 今天早上我一冲了 叭唧 我一脚踩斗屎上了 这就叫要走狗屎运了 果然就尝尝你们家了 徐店长 我真想不到啊 你对命理有如此深厚的了解呀 我们徐店长啊 他真的是老法师 平时那是不显山不露水的 谢谢 我真没想到 你们对我如此地地体贴呀 原来这狗屎是增值服务啊 太好了 希望我在党上的每一天 都能收到你们的祝福 真的 谢谢 加钱吗 我给 黄老板 您千万别误会 这个增值服务 不是我们做的 不需要加钱 除了你们 谁还能对我这么好 厚德载物 是您的厚德感召 您呢 是福禄双全之人 根本就不需要我们这些 繁复俗子为您做什么 厚德载物 虽然我不懂什么意思啊 但是词好 那我就先回了 我先回了 彭老板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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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今天大家的午饭 我请 外卖我替你们点了啊 保证让大家满意 好啊 谢谢老板 咱们都是自己人 跟我不用这么客气 你们这家店啊 跟我气场合 我看好你们啊 拜拜 非会 再来啊 厚德在务 一抛狗屎都能说成黄金 真叫人叹为观止 佩服 佩服 顾江 不好意思 让您久等了 请问还有其他业务需要办理吗 没有了 这是您的金卡和证件 谢谢 谢谢您的刷备 谢谢您的金卡和证件 听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个小姑娘 一天要拉多少趟啊 不要动 不要动 阿姨 干吗了 拉得屎我丢掉啊 阿姨 您这金不换 我来帮你收拾 可怎么好意思 没关系 没关系 那谢谢你啊 很臭的 没关系 没关系 谢谢你啊 没事 没事 徐姑姑啊 梅上姨 买菜去了 外事情回来了 对 现在社会风气啊 真是好啊 狗屎都有人帮着收的 那不挺好的吗 就是啊 就是啊 我们走了啊 好 拜拜 妮妮 拜拜啊 拜拜 梅上姨 再见啊 阿尔法要拉屎了 谁去溜一下 一个人走那么长的路人会慌张 让一城一城回忆散开渐渐推长 沾染眼打住窗 断了电源的影响 上眼似藏像是剧场 能不能干脆卸下所有的伪装 别小心你的隐藏 我听说流星啊 听见小小的愿望 能遇见阳光 我只想慢慢收拾心爱的收藏 拼装成暖暖的橱窗 把治愈的花凉 写了很久的药方 另一个人走那么长的路人会慌张 让一城一城回忆散开渐渐推长 沾染眼打住窗 断了电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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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眼似曾像是剧场 能不能干脆卸下所有的伪装 别小心翼翼的隐藏 我听说流星啊 听见小小的愿望 能遇见阳光 我只想慢慢收拾心爱的收藏 拼装成暖暖的橱窗 把治愈的荒凉 写了很久的药方 写了很久的药方 定格成回家方向 终于那个少年 看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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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